昨天落幕漏網鏡頭 現在成為焦點 有人比較馬英九跟習近平 兩次會面意外發現 相差了九年 兩人的身高差竟然大不同 此外兩人會面的東大廳 也不是不僅暗藏玄機 媒體還捕捉到 習近平的漏網表情 睽違九年 馬英九跟習近平北京再會 兩人說對方沒啥變 但真的都沒變嗎 有網友外樓發現 兩人除了領帶顏色 真的沒變 但身高差距似乎有變 2015年在新加坡的馬錫慧 兩人從握手到揮手 各個角度看起來身高都相近 不過今年北京馬錫慧 卻有人發現 習近平怎麼高出馬英九 快一顆頭 翻開記錄 馬英九身高178公分 習近平則是180 再看一次兩相比較 2015年在新加坡 兩人身高看起來 的確只差了兩公分左右 但到了2024年 不知道是不是鏡頭角度關係 卻出現較明顯的差距 有網友開玩笑問 是習近平長高了嗎 還是穿了增高墊 能不成是馬英九縮水了 滄海桑田 白雲藏狗 自然就好嘛 你怎麼連身高都挺出來討論 馬錫會場地東大廳也有玄機 過去大陸前主席鄧小平 會見前蘇聯總統 哥巴氣夫就是在東大廳 習近平2021年跟美國總統拜登 視訊會議也選在東大廳 習近平在東大廳會見馬英九 等於是對馬英九的看重禮遇 過去藍營聯胡會在北大廳 前主席朱立倫還有洪秀柱 見習近平都只是在福建廳 陪他出席的還有三位的常委 包括王滬林在內 中國大陸最高領導班子 只有七個人 七個人包括習近平等於來四個人 可見得規格是高 有個大字的表示他的位置也比較高 很多的重要的會議 不是在東大廳就是在北大廳 歷史性的馬熙二會 央視晚間新聞聯播 以頭條方式報導 但這句話不見了 當著習近平的面前 馬英九脫口講出 中華民國四個字 央視卻完全沒報導 但央視的鏡頭捕捉到 在馬英九通篇致詞時 習近平總是抱以微笑 頻頻點頭 會談氣氛空前友善良好 看到美國的一級關聯 布林肯到北京見習近平 要坐三分板凳 待遇不同嘛 交情不同嘛 鏡頭前是歷史性會面 鏡頭後兩巨頭的真實心情 都藏在表情還有動作裡 記者張宥茨 王志函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